谈谈内银股 因为星期五收市之后 就公布了一堆业绩 我们先读了Bernard的问题 他比较有两只 他比较939建行 和1658邮储行怎么看 他说值得吸纳作中长线 他说想买一些内银的 正考虑中 就没有货的 就这么讲讲这两只 939建行第三季的盈利 就是增长1.5 去到788亿人民币 收入就升8%左右 柔储行就小一点 所以盈利增长也会快一点 第三季就是多赚2.2 去到235亿 收入也是升1.5 柔储行现在升2% 建行最新老期跌步5.29 你怎么比较这两只 如果他想买你怎么提出 如果你说中长线 投资市场上说的中长线 很多时候说是涉及半年 甚至说是一年以上 这些才叫中长线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 持有股份 持有1-2个月 三四个月就打算去中长线 是 这些不是中长线 是 如果你说是持有很长的时间 中长线 打算做财息兼收的话 建行的直博率一定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又没有冲上去 它又在接近52周低位 这些位置买建行 可以有多大线 我最多用5元来做止舍 我最多都是输2.9元 这些位置 纯粹从直博率上想 甚至我们预料5.25元都应该守得住 是 那你带柔柱巷这些文字 我也不知道 把指示位置放在那边 就是说你看看风险差很远 但是当然论上升幅度的爆发力 柔柱巷一定是升得比较小的 你看业绩上面 只是一个很肤浅的看法 只是看盈利增长 都差很远了 所以柔柱巷是偏向此招巷的一类 你不是想做财色捐色捐色 你真的是拼增长 你看看内地的经济前景 你买 由短线部署存了利润 接着才拼中线 所以短线就一定是想由全行招巷 但是你说中长线 大隻的建行一定是吸引很多的 但大隻的股份短线 面对着问题要留意一下 内地近期来说出了一些新的政策 说这些四大行 要做一些叫TLAC 就是说一些叫损失吸收 其实国际行已经做了很久 一些很复杂的 类似拨备等等的东西 简单一点就是要银行做好准备 万一有什么事 好像恒大那些事件 你起码要做到两手准备 最主要是影响它的盈利能力 还是影响它的派息呢 其实两样都可以有影响 其实银行的派息和盈利永远是息息相关 它赚不到钱 它就没有钱派给你 所以两样东西是有关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建行 可以做到七厘的股息率 就是现在涉及一个风险 随时有机会派不到息 但是你要记住 随时有机会派不到息 那道理就跟之前美股一样 跌下来的时候怕滞涨 是 怕完之后那些东西就升上去 所以同样地建行 现在是怕它派不到息 帮助建行团的状况 其实业职出来又不是很肯定地派不到 所以你做中长线来说 这些位置收集建行 我觉得OK 我觉得值得玩一点 但是短线的话 一定是由柱巷、招巷的好炒一点 所以如果你真的做一些中长线投资 建行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去到财息兼收 就两样东西了 是 因为它太高股息率 是 又要收到息 又要赚到钱 很难 所以你有机会建行 就持有很长的时间 可能还在五个多这些位置 但是不断派息 股价会扣回 跌下来的 所以你做中长线投资 求稳健的 我路人股 绝对建议的 现在安全 这个市况上 暂时来说有路人股 OK的 建行五个三这些位置 买 老实说 如果你用五个二号半 你做止息 输得多少 可以去博 但是不要想短线会弹很多 因为其实如果你做一些衍生工具 买 譬如职业期权等等 正股夹到上五个半 已经赚到 赚到 我也不知道怎样 猪头饼 是 所以短线是大弹 应该是 但是你打算买来中长线来说 这些位置健康很高 直播 是 好 Bernard想想自己 想要是一个爆发力大 还是一个稳健的投资 参考一下 Anna的看法